昨天這麼久沒有來台灣開記者會 那個陣仗都被嚇到嗎 其實有 因為我前天就是彩奏堂 那個鋼肉堂 然後這一年的時間 幾乎沒有講中文的名字很多人 所以像這麼多的媒體 朋友是見面 然後用中文接受訪問 但是對我來說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挑戰吧 沒關係我準備翻譯在是不是 對 他蠻好奇的就是 因為這一年拍戲的關係 就是有學中文嗎 那有沒有最近學到 讓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中文 都是不好講的 像昨天那個小廖 他的本名是什麼 張 張債希嗎 張債希 對 他教了很多那些就是 媒體上不能講的東西 都是台語的 喔 對 那自己的台語還可以嗎 會講 等一下等一下 我學會了一句成語 最近就是最新學到的是 一探究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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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為什麼會突然說 因為這是跟劇有關嗎 對 那個我演的那個 張簡 張剛好這個角色的關係 對 是台詞還是最近 一直出現在你腦海裡這個 對 因為我要就是 接受這些訪問的時候 要描述那個人 那個角色是大概如何的個性 然後 有些人會問我 那這個角色跟我本人 有什麼 那個 呃 相同的那個 部分 然後我說 我 因為我的好奇心很大 就是很強 所以 對啊 我跟大家一樣 就是想要 就是追求那個 真相就對了 嗯 事情的真相 對 所以是個一探究竟的個性 對 沒錯 是怎麼學的呢 是看 翻譯軟體嗎 還是 呃 算是吧 就是 呃 就是有些人叫我 如果要形容 呃 像那樣子的人的個性的話 呃 中文裡面有這個 成語 然後啊 我覺得很適合 形容這個 這樣子的個性 這樣子的態度 那這幾年是出到二十週年 對 心情如何 哇 感覺好像 一瞬間的 就是多 事情都發生了 然後 就是二零四年 我在長崗出道的 那些人當時的那個初心 我還留著 所以 感覺好像是昨天的 就是 最近的事情 對 那就是因為 那個 就是香港 這樣子出道 然後有在台灣發展過一段時間 又封回日本 就是自己這樣心境 對台灣 更有感情的話 對 對 因為 因為我 認識了很多 貴人 這樣講嘛 對 尤其是那個 呃 柴子平 對 當時我 遇到他 然後他給了我很多很多的 幫助 機會 然後 當時我 還住在長崗那邊 因為我認識他 然後他 給了我一些就是 演我上去的機會 所以我才決定 搬到台灣 呃 就是固定住下 住下來 這邊的 就是開始這邊的 生活 工作 那 雖然我 現在 就是 呃 不住在這邊 就是 我的生活 中心在 印尼亞加達 跟呃 就是工作 主要的是在東京 可是 我每次 有機會回來這裡 的時候 就覺得 就是每個角落有 以前的回憶 然後 我 就是感覺很 不可思議 因為 我認識了很多人 呃 就是 每一個街道 街頭的那個風景 是沒變了 可是 已經 已經過了已經 就是十年 隔了十年的時間 那 我也成長 就是我也變了 然後 然後 就 對啊 對我來說 台灣是 在我人生中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對 各位 還有跟告人 可以跟告人合作 可以分享一下 一些 錄音跟合作 話題 我跟 告人他們 三個人 呃 初次見面的是 好像去年 我在台灣 拍那個 神絲被害者的時候 嗯 我們約了 呃 就是一起去 一個 台式餐廳 吃了那個 就是 台灣的菜 對 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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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家電視 新業 新義軍那邊的新業 對對對 然後我們 就是 對啊 講一下 就是討論 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 因為我個人 如果我去 KTV的話 我常唱 中文歌 國語歌 然後他們 知道很多日本的 音樂 所以我們交流 這些音樂方面的興趣 然後 或 一起吃飯 就 我們一起 就是 做歌 一起唱 對這樣子 那你剛剛說 就是 去KTV常唱中文歌 到常唱誰的中文歌 哪一些歌 國語歌 呃 還是就是 我最 你講 就是 嗯 最常唱的是 王菲的 紅豆 我願意 然後 台灣做些人的 呃 這個叫什麼 菊花台 哦 還有什麼 呃 呃 浦波音的秘密 嗯 浦波音的月定 浦波音的月定 哦 月定 對浦波音的 不難說的秘密 然後浦波音的月定 對 然後還有什麼呢 因為相信音樂有唱五六天的歌吧 因為我們現在相信 哦 對對對 日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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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唱日日天的歌嗎 哈哈 不是說我的聲音吧 就是 那個風格不一樣 對 還是後來有唱高無人的歌 有有有 我唱了那個 呃 好不容易 哦 對 我聽了好多次 對 他說 清天 對不起 因為晴天是您自己 就是有創作嘛 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呃 我寫那個 清天 是我 當然我先就是 聽了那個 啊 Netflix 哈哈 呃 聽了他們的那個 就是所有的歌 以前發過的所有的歌 然後 呃 我覺得 如果要寫日文歌詞的話 好不容易結束了 那個 節奏跟 那個 那個 呃 叫什麼 呃 韻律嗎 是這樣子 這樣叫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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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那個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想保持 呃 原曲的那個歌詞的內容 跟呃 呃 就是原本有的那個 flow 嗯 押韻了什麼的 所以 我聽了就是我花了很多 很多 花了很多 心思 來 就是開始學那個 今天日文的歌詞 就是 就是盡量 保持那個 那個 原本的魅力 原曲原味 對 所以寫了多久 我寫了 呃 花了大概 一個月吧 哇 對 我先花了很多時間就是 研究 原曲 然後 了解為什麼 他們選 哪些歌詞 就是為什麼 這一點 有這個 那個發言 就是那個 文字 就是那個 呃 母音跟 主音 的 組合 對 然後 呃 我在 創造 就是用日文的 文法來 就是 make sense 那個旋律 跟 那個 押韻 什麼的 不對 那 那 因為就是那個 常常就要跑來跑去啊 不是因為 主要是住在印尼啊 就常在日本 台灣 然後常常這樣玩 會不會想家人 有時候 當然會啊 當然會 當然會 提到剛剛創作的過程啊 就是 呃 跟告五人合作 就是 呃 有什麼辛苦或有趣的事情 除了剛剛提到說 寫日文歌詞之外 那因為這次有合作新歌 那就是 在彼此口通的過程中 那就是 有什麼有趣的事 你說跟他合作的 跟告五人合作 因為我們錄音的 呃 過程 就是沒有 直接的 呃 那個合作 就是因為我在日本 我 別在工作 然後他們在 他們好像 好像 當時在中國 內地 那個巡演 在巡演 對 所以我們 沒有就是我們沒有機會 就是 雖然我 我們就是見過好幾次了 就是去年在高雄巨蛋 一起 那個 那個 參加他們的演唱會 然後一起拍MV 等等 對 嗯 就是想問那個 高雄巨蛋這個 這個部分 就 站在高雄巨蛋的感覺怎麼樣 舞台上面 呃 很多台灣歌手都還沒有 對 感覺很爽 哈哈 很幸運就對了 嗯 因為 我記得 呃 我當時就是 呃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記得一個 我上次叫 呃 鋼琴家 嗯 那 呃 有一場 我在小巨蛋的那個 舞台上 自己的那個鋼琴 然後 當時是 當然是為了拍攝 為了拍戲 而 呃 台上表演 可是 但是我心裡 我還記得 我 就是對自己講 欸我什麼時候可以 辦自己的演唱會 嗯 我還記得 就是那個 感覺 就是 心裡面的聲音 所以 對啊 我希望 就是 參加那個 他們的 呃 高雄巨蛋的 演唱會 讓我覺得 欸可能 就是一步一步來吧 對 距離 對啊 希望 那想問一下 因為那個 就是你剛剛有講到以前 演出偶像劇嗎 嗯 那滿好奇你現在還會再重溫這些 以前的偶像劇嗎 在台灣拍攝的 比方說幾道學員 然後不良校發 這些 還會再重看嗎 重看 哦 或者是如果有很熱情的粉絲拿你以前的作品 嗯 因為這個是我以前這時候就是開始喜歡你的 就是會覺得很驚訝 這樣 我覺得 呃 就很感謝啊 如果他們還記得這些作品的話 因為 時間 是不能買回來的 就是 那些過去 呃 我遇到的 那些 就是 呃 合作 合作我的朋友們 那個 然後還有 呃 那些日子 那些經驗 呃 就是 就是 有很多的 很大的意義就對了 嗯 會自己的YouTube偶偶跳出來 啊 哈哈 或是你的YouTube 就是在YouTube的時候 會跳出以前以前你演出的片段 這樣子 自己的YouTube 對啊 就是你在破搭YouTube的時候 會不會跳出你以前的作品的一些 鏡頭啊 或什麼一個競選的那一種 會不會有滑到自己的意思 還是你就直接把我就是按不感興趣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 嚴重 我這個我沒有考慮過 有沒有想 嗯 也 嗯 但是不會跳出來吧 對啊 你從來不看這些東西 不看自己從來就看我 YouTube上面我從來就是 就是沒遇到就是之前的那個 作品影片 對 可能是地區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對啊 可是你會去搜尋以前自己 就是大家粉絲給你的戲劇評價 之類的 你會自己去搜尋嗎 什麼呢 你會去搜尋就是大家反應嗎 對你的演技啊 或者是歌唱的反應 是當時的嗎 還是現在 然後現在 現在喔 其實 我不太care 就是我 每機會就是我 沒時間 就是特地去看那些 評論 對 對 我想請問 你們在台灣住過一段時間嗎 對 有沒有來台灣一定會喜歡吃的東西 或一定要吃的東西 以前是火鍋 麻辣火鍋 現在的話 公碗湯吧 台灣的公碗湯 公碗湯 公碗湯 對公碗湯 為什麼會特別吃的東西 公碗湯 不知道耶 就是 這一次我好像 吃了公碗湯最多 對 所以你是可以加芹菜 或香菜的 對對對 就是燙芹菜 然後什麼肉飯 或是燙芹菜 你的湯可以加芹菜嗎 或是香菜 喔香菜可以啊 我喜歡 對 沒有香菜就 沒有人 對 那剛剛你有提到 你跟高舞人合作 從朋友的歌手的感覺嗎 那你最近是不是要發精選集了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自己的 對啊 你的新作品 新作品 我這次發的是 我的那個 手上 精選集 然後 在日本去年發的 就是 原本那個精選集 是 去年發 已經發的那個 叫做 Stars of the League 嗯 然後 這次在台灣 呃 要發的是 就是 呃 台鴨版 是這樣子吧 台鴨版的那個 新選集 然後裡面有 呃 就是 特別收錄 兩首新歌嗎 呃 兩首 對 呃 一個是 那個 誰是被害者的片尾區 被害者 然後 另外說是 我自己的 的那個 呃 有一首歌叫做 Teleportation 的中文版 所以你有為了這張精選集 特別的 在練了中文 對不對 呃 對對 一直不到的 學習很中文的 對 有覺得哪個劇 最難唱 對不對 都唱中文版的話 呃 呃 我 還是是那些捲舌的 發音吧 的 支持 吃 之類的 對 然後 安 安 對 恩 對 我想問一下 因為之前就是 銅鋼先生 有上那個 With Music 那個節目 對然後 因為在上面好像是 久違畫了 烈裙裝 然後穿得很酷 那會不會覺得 欸現在這個年紀穿到有點害羞 哈哈哈哈 就是太弱了 就是 很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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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酷這樣 BANG是什麼意思 很酷 就是很不一樣酷這樣 就是很像年輕的 歐山歌手的感覺 沒有 那個那個 呃 那時候的那個 主題是 呃 那個那個 應該是說 inspiration 是從 呃 因為那首歌是 呃 潘朵的國師的 主題曲 然後 呃 當時我的想法是 如果 呃 呃 吃了那個 國師 就變成是 這樣子 哈哈哈 隨便 就風管一點嘛 真的好玩一點 對 這現在還有我想挑戰 比如說角色啊 或者是舞台風格嗎 嘗試 這音樂方面嗎 對 音樂或者是演戲方面 都可以 呃 音樂的話 我是希望 呃 能夠 就是 有更多的 合作 就是別的語言 別的國家的 音樂家 呃 如果 可以合作的話 我覺得 呃 就演的角色 嗯 我不知道 已經演到劉沛了 覺得想像力 已經想像力 已經想像力 蒙神成真了 對 對啊 劉沛 多酷 欸 在台灣看到嗎 看到 對 太棒了 演出劉沛的時候 每一集前面都要講很長的中文 那個 有什麼困難嗎 還是對人來說很簡單 沒有太困難 呃 還是不簡單 因為 呃 就是偏向那些 就是 古代的那個 古江系的那個感覺 呃 就是跟 我們 共產講話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 對 對啊 然後 對啊 就是盡情期待 下個月我 繼續拍那個 電影版 所以 希望 台灣會 上一 呃 台灣這邊那個 動畫版的部分 有台語版 在電視上 有台語版 台語版 對 格學 配一些 是 都是台語版 是喔 是 有看過嗎 沒有沒有 那應該好笑吧 沒有 那 那 因為那個 男主角像經理 他也要講一些中文 他那時候有請教我們一些部分嗎 噓 有嗎 好像沒有 他有自信的那個 中文老師 欸 他 當時他自己講中文嗎 對 他是配音 他不是他自己講 他不是他自己講 他自己講 他是講 配音的人 對 因為光毅有張飛 他們也是配音的人 只有我自己的聲音 好 很厲害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因為就是為了這張精選集 會舉辦人稱中 首次的簽名會 那為什麼就是會覺得說 特別想要在台灣發什麼簽名 這算首次嗎 因為我記得我 呃 當時 剛出道的時候 那個 呃 就是 跟我們聊一下就是你剛剛說 就是 一開始在台灣發展的時候 就是辦簽名會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還記得 哇 那是上一輩子的事情 上一輩子的事情 呃 呃 我還記得 好像是在外面辦那個簽名會的機會蠻多 對 所以 我還記得 那時候 就是外面 又熱 又就是風 很長 就是我頭髮就亂掉 其他的話 我 那你今天下午 就是你這一次的簽名會 你會把 就是 多噴一點髮膠 以防風很大 必去啦 哈哈 那那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 就是讓自己比較印象乘客的粉絲 比方說 拿了禮 什麼拿了信件來 之類的 有有有 或是裝扮成這樣 讓你看得很近 因為以前是線 然後裝扮成這樣 是不是教室有一個明件 有嗎 這好像沒有 老實說我忘記了 這一次可以累積新的回憶 對 對 保持初心 對 去年是那個演唱 不是在日本的舞蹈館演唱會 就是因為發張競選機嗎 那在台灣這次發了台牙板之後 未來有沒有計畫回來台灣辦演唱會 當然想要的 對 不然演唱 上次2019在台灣辦過個人的演唱會 對 有沒有什麼感想或回憶可以分享一下 上次的演唱會 當時 有很多人來支持我 就是以前的方式 或是朋友 合作部分 所以 我就覺得 台灣真的 就是 像我剛剛說的 是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台灣很久 所以我每次回來的時候 就覺得 啊 台灣 不是那個 去外國的感覺 不懂什麼 就是 還是會有回來的那個 就是 你一個家裡 對對 有一種 呃 規許感 對 對 那你最近好像 受訪的時候有提到說 你到每個地方都想買當地 就在當地購物 然後會 以前會買各國的牙刷 那最近有沒有你受訪的東西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看清文 哦 那我每個不看要 放我一下 我想不到他 哈哈 那還是來台灣有什麼必買 就是 就是 來台灣 然後你會買這個 可能想說 回日本或回英尼的時候 還可以再吃台灣 餵這種東西 對 對 那個 那個 沒有嗎 台灣 因為這 如果是英尼的話 我每次買很多的那個 咖啡 的那個 就是 咖啡豆 對 然後 台灣的話 我會買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肝肉嗎 那個 肉乾 肉乾 就是你點了 對不對 哦 因為我家人很喜歡吃那個 那還可以買購物 那還可以買購物嗎 那還可以購物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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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剛才有說 就是來台灣覺得說 就是變了 街上的東西變了很多 可是有沒有反過來 讓你覺得說 啊 去到這裡發現這裡都沒有變 讓你覺得很欣慰的那種感動 嗯 其實現在我發現 台北是有很多的 外籍人士 就是外國人的意見很多 然後 可是 街道的那些風景 就是街道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沒變 對 對 有終於看到一個大局長 哦 對 對不對以前 對 以前我在那邊拍幾道學 幾道學員 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哈哈 就像那個張國一樣 那個中山煙場裡面 都是 廢屋 廢屋 廢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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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對對 好再一題喔 那我要問最後一題 還有人要問嗎 那你有跟高五人合作過 你想要想要跟誰合作嗎 在台灣嗎 對 華語人 呃 其實很多耶 其實你也喜歡接手 喜歡 呃 然後我 然後我 對 我最近在東京 呃 認識了那個 吳金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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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那個 蘇達綠 對 對 對 Hush 已經合作過了 對 對 太多了 當然會 當然想要 然後 周杰人 就是很多 還會有很多有才華的 那個 才華的音樂家 音樂人 所以 對 我是希望就是 呃 難怪我 認識到更多的 有才華的人 對 對 我可以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一開始有說 有說 您現在還保持了 在香港出道的那個初心嘛 嗯 然後我們剛剛聽了 都有一個共同的就是 你不是只有保持初心 你的臉都沒有變過 變了還是 這沒辦法啊 時間 有沒有秘訣 一個秘訣 保養的 保養的秘訣 的秘訣 不知道一天會不會 帶個吃幾餐嗎 這種 還是 還是要 多喝水 哈哈哈哈 天井還是想拿礦泉水 然後我早上起床之後 就是馬上 呃 就是第一個 呃 呃 呃 吃或吃喝的東西是 通知是熱 熱的東西 那個白開水 那個 熱的溫開水 熱的溫開水 對 喝幾CC 喝幾CC 我們每次要保養 對我們每次要保養 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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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幾杯 南迷你 哈哈 其實 不透一杯吧 就是 對 一般 對一般 日本人不是比較喜歡歌冰水嗎 對 好像是 呵呵 所以這個習慣是被台灣影響的嗎 因為台灣人都很強調 對 多多少少也有 可能是我的奶奶 的 喔 對 日本人是 老一輩子 他們 比較喜歡 就是他們 他們了解身體 就是怎麼樣 的保養 對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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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